这个孟晚舟事件,孟晚舟事件,或者孟婆 这里看到一张照片真的好像孟婆一样 孟婆内河桥,内河桥站在这里叫人喝汤 卖汤,现在孟婆都要律师打架 看这个孟晚舟,孟晚舟 孟晚舟这件事有很长时间 老实说真的很多东西都可以 现在看到一样东西 看到保释聆讯,在加拿大碑斯省保释 法官表示暂时没有决定 到星期二继续玩 看到一样东西就是说 这个保释就是说孟婆和她老公 会用温哥华物业加上100万家园 总值超过1000万美元的资产作为保释的条件 她说律师说如果孟婆孟晚舟 如果准保释的,保安公司就可以协助她监控 孟婆也愿意带上电子脚尿 并愿意支付一切加强监控的费用 看看这件事 她用这么多资产呢 看看这些党企 华为,老实说党企 要多少有多少 中共经常都说的嘛 就是防止资产走出去 走出去这些是不是 中共不想见到的东西 也都现在在这件事案里面披露了出来的 甚至有些所谓那些人 讲到明嘛 那时候说什么爱国爱党或者什么都好 香港那些在外国那些可以这么说 在中共里面住百多天就要申报资产 申报外国的资产 申报的嘛 现在看一样东西 曼晚舟就已经见到她 她的资产在外面是要多少有多少 要多少有多少的 收埋多少呢 这些只是小部分来的而已 小部分那时讲到明那帮 如果爱国爱党那帮 甚至那帮人渣议员 建制派那帮 你可以在中共里面住的嘛 中共里面住就申报咯 不用说那些所有的议员 那些薪金不得止 甚至你外面那些 在加拿大 甚至澳洲啊 英国有物业那些 你都要申报咯 即是讲到钱 是不是真的要那些所谓爱国爱党 甚至那些建制派人渣 是不是真的拿着呢 拿着这些东西不讲出来呢 是吧 一讲到钱呢 好现实的嘛 看到这个东西而已 看到这个东西 即是孟晚舟啦 孟晚舟啦 孟婆啦 这些资产披露出来 即是说 中共里面这些党企或者民企啦 即党企啦 这些不用说的 所谓民企 所谓民企都是的 现在其实人心惶惶的嘛 人人志艺的嘛 怕两样东西 怕这些资产在海外暴露 一样去到美帝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盟友里面 会被人拘捕呢 是吧 真的喔 真的会被人拘捕呢 第二样东西暴露了这些资产 会被中共清算呢 是吧 两样东西来的喔 是吧 即是现在看到一样东西 一见光这些资产而已 一见光就死了 见光死的嘛 是吧 怎样控制不让这些资产走 就是这样 几多资产在外面 这样东西 看到一样东西 就说到第二样东西 中共看到这样东西而已 中共外交部又说什么呢 是吧 即是你想想中共外交部呢 他用软弹兼施 之前又说召见加拿大领事 美国领事又说什么后果严重 那样呢 现在又说 即是说 他说到明 即是说阿孟 这个孟婆呢 在加拿大被拘押 即被扣押期间 得不到医疗保障呀 受不了人道呀 就说违反人权哦 首先这件事 人权 去本隆门人权 你怎么 即是你加拿大 经常都说加拿大 加拿大肯定是一个人权 都很讲人权的国家来的 那你坐得监 即在里面 即现在被人收压了 他的人权状况呢 就一定好过现在 在新疆里面的集中营 即现在中共 建了很多集中营 困那些特决人的 即是说那些维吾尔族人 一定好过 好过那些人的 那个 那个 环境好很多 一定好很多 即是孟婆现在的环境 一定比他们好很多 甚至那些维权律师啦 不用说啦 一样被中共 他继续困住啦 拳打脚踢在里面 肯定的 这些违反人权 中共他讲人权 是不是潘龙门啦 即是潘龙门啦 即自打嘴巴啦 是不是你讲人权先以后 你讲人权呢 即美帝跟你讲人权呢 你就不要缩呀 记住呀 要把你那些人权 譬如新疆的集中营披露出来 你怎样对待那些特决人 即是维吾尔族人 一定披露呀 不要搬龙门啊 是不是 你说到一样东西呢 即现在看到一样东西 即现在再说回说 其实中共呢 即为了这个孟婆 即孟晚舟事件呢 就会不会报复啊 即向那些外国资金 即外国公司报复啊 甚至现在看回现在碑斯省 现在有个 即加拿大碑斯省里面呢 他有些想去取消了去中共里面的交流啊 即是否要说 即是说防止去所谓报复呢 报复 看回这件事呢 如果中共真的玩这件报复的东西呢 他玩不起的 真的玩不起的 为什么玩不起呢 看回这件事呢 现在看回这件事 就是怕那些资金撤走而已嘛 你玩报复 说不过再乎特朗普那套东西呢 特朗普就是想那些 特别是美国资金 甚至外国资金 去美国投资 现在出这个叫做报复威胁论啊 报复威胁论那些资金那些公司就走咯 走的就中伏了 即中共是中伏的 如果是这样走法 你看回人仔又开始 又反覆又开始下跌了 资金一走老实说商家佬为钱 他哪和你不想介入政治事件也好 你如果硬拘留一家美资高层 其他人这个信息吓得其他外资都走光 你想想不要说什么啦 香港什么外国外党的商家佬走得最快啦 一定的嘛 你想想中共是玩不起这个报复的 一定是玩不起的 那些人就走啦 撤资啦 就是这么简单 再回回回回应网友 昨天我说话 华为手机问题不会用华为 因为安全问题嘛 会用iPhone 有些网友说 华为手机就被中共监控 而iPhone就被美国监控 我不认同用iPhone就被美国政府监控 因为看回一件案子 之前好像发生在几年前 一件谋杀案在美国发生的 那件谋杀案就说FBI 即美国FBI想开那个犯人 即那个谋杀犯那部iPhone手机 开不了解闻不了 然后找第三者开 然后想要苹果开 苹果不肯开 苹果不肯开 然后上法庭打官司 看到这件事 即是看到这件事 就是说 苹果iPhone手机的安全情况 安全度的加密情况是高 连FBI都开不了 要找第三者 第三者不知谁 然后说开到 这个第三者 我想都是找苹果的人开的 这个第三者 就是转而视线 来来去去都是想开 开到手机 在关键那个所谓手机里面 即那个里面那个 是很重要的一个证据 或者证据或者资料 可以令到它怎么样破 即是对这件事 有很大的帮助 看回这个iPhone手机 iPhone手机就是 你讲回美国 美国里面呢 如果你说 即是说 iPhone手机 是被美国政府监控的 首先 苹果 苹果会不会 苹果公司 会不会这样做 愿不愿意这样做 这个是很大的风险来的 因为美国人呢 说人权 人权意识一定是好的 很高的 你这样监控呢 老实说 告都告到你脱腹了 是吧 真的告到你脱腹了 你看回一样东西而已 现在iPhone早前说 他那个电池问题呢 又说更生软件 都说被人进去法庭告他了 要赔偿了 这些这样说 即是说到明 这些东西 如果iPhone手机 真的受到监控的 肯定很多人不用它 真的不用它 所以撇除这个东西 iPhone手机 一定是安全过 华为手机的 个人意见 独立思考 讲完